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的新換易化妝 全部產品在YES style找到 因為偷聽到他們有Black Friday的優惠 預早選了一大堆去試 最近很累 很喜歡化一些冷氣精神 有光澤 很juicy的妝 如果你有興趣就不要錯過 今天這個Gest Ready With Me 最近素環的出現率有點高 我們先做妝前保養 我用Toner抹了一轉 現在就敷面膜 非常熱賣 我想試很久 叫做老虎日常舒服面膜 我喜歡打開的設計 上面可以卡住鉗 面膜有蓋子蓋著 它算容易夾出來 我現在不就手 你看到它夾一塊 不會弄多塊 然後面膜質地比較薄 你當它是日常一個濕敷的化妝水 加精華就可以了 它不會太濕 但是又不會完全乾真真那種 所以當早上的濕敷非常好 我覺得它也是很方便 又真的做到保濕和舒緩的效果 是不錯的 尤其它百多元三十塊 就是一個月的份量已經是非常之不錯 但是你會看到 在我身上我已經可能鼻子比較扁 輪廓不是很深 它就不算太貼 但是你按一按它是OK的 我們就等一分鐘的時間 如果你覺得有一點點黏的話 可以用化妝水再抹一抹 但是因為我太乾了 我是完全吸光的 然後底妝的新玩意 有它 鄭書莫的光感裸膚器剪粉餅 它的色號是出到一個medium deep 然後是有SPF50加PA3那家的 它也是海綿的一個cushion 然後旁邊做了一點點的位置 可以讓你印一印開的 直接拍照上面的 沒有用任何的遮瑕膏 看看它的妝效超有光澤 它的遮瑕度不算最高 因為你會看到胸還在 然後黑眼圈還沒有遮蓋 它是屬於有水潤型 但是就不會說很厚 很黏 很焗住的感覺 不過夏天都用不到的 它是比較保濕一點 然後用DASIC的三色收容盤 去畫鼻影和陰影 它的顏色在我身上是比較自然的 油眉底掃下去 也有的 這邊也撿上鼻子回來 記住掃上髮邊 我有畫到比較重手 想看看顏色會不會偏黃 偏灰 都算自然的 但是應該偏白的女生用會好一點 我用的話 只用到下面兩個顏色 上面是淺過我的 這次眼睛有三盒 第一盒是不會開來用的 因為超可愛 是用來收藏的 你看看 小狗一摸就沒有了 然後有那些 腳印仔 鼻仔 超可愛 我打算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CLEO的 同一個牌子 我們用這個 是強迫性的人很喜歡 很整齊的感覺 它的顏色比較柔和 日常的 畫出來的時候 比想像中的韓系眼影更顯色 很簡單畫了一個打底的顏色 它都不會掉落眼套 然後我想我要用這個顏色 輕輕加深回眼尾的位置 時間關係 我畫了眼線 在上面補它最深的顏色 這盒眼影是非常日常的 每一日用都不會出錯 最後用手指加點閃閃 我是用割脫頭的這格 就這樣印上去 它有些顏色是可以做到一些偏密塗色系 或者是很自然的 每一日化都完全不會悶 不會出錯的眼妝 然後另一盒的眼影 我是覺得它的設計很聰明 它裡面是這樣分開一半的 每個顏色有一半是霧面 一半是閃粉的 所以總共18個顏色 這樣是很好的 因為從來沒有一個顏色 我是用得了的 這一盒是Daisic的 但是它這麼小顆 你用手是上不了的 你用手指去拿 很難去很精準地拿 這個你一定要用化妝掃去化 我自己用過兩次的 它是會比起剛才CLEO這個 顏色會再淡一點 如果你是喜歡更加自然 或者你是比較偏白的女生 我就覺得這一盒是會適合一點 因為它很多顏色 都是偏粉色系 比較春夏的 好 現在我們就不如上胭脂了 這個是MUDE的6號色 它是偏向比較杏土奶茶的顏色 看上去很淡 但是你上到臉的時候 它是很漂亮 很自然 很有氣質的 完全沒有界線地融入了皮膚 你以為很淡 但是一對比 是立即的氣色是反過來的 它是可以亂掃 不怕失手的 其實我還有DASIC的漸變胭脂盤 但是它的顏色 太漂亮了 我不捨得用了 這個 下次先 這個HIGHLESS是PERIPERA的1號色 很厲害 它的套裝是連上這個掃 讓我掃開一點 很誇張 它是不算很滑的 但是一推開 這個顏色是宇宙級 這個顏色 有少少的米膚色 然後你一邊追光 是很閃 所以我會有抹 如果不是太高調 它真的不可以說 越想越開心那種 你是要遷就遷就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撐的話 這個是幫到你的 它有遷就無孔的 所以如果你說是很介意的話 這個未必對 但是呢 看到嗎 這個光呢 它是介乎於 宇宙光和水波光的混合 接著到嘴 我是從小到大都有個框 框住了 所以我想試一下用唇線筆 這一陣子如果有留意韓國的化妝 應該是比較多看到這一類型的產品蹤影 它們是一些有少少顏色 然後圓頭的 粗一點的 可以用來修飾嘴邊的邊緣 它畫下去不乾的 圍著有少少像唇唇concealer的感覺 聽說之後塗唇膏的嘴會蜂硬一點的 我選了一個比較淺色的 平時我是不敢用的 因為我的嘴比較深 如果用這些是上不到顏色的 現在呢 咦 我不知道有沒有封印到 但是框真的淡了 這個顏色是HERROR的432號色 好漂亮 夾完頭就搞定了 大家喜不喜歡今天的妝呢 由一開始比較殘 沒有血色 到現在尚算精神的 是很有光澤 然後嘴是超多汁 我是超滿意的 沒有想過我可以用到一些 這麼粉嫩的顏色 因為我真的天生的唇色比較深 是完全上這些顏色 好像旁邊有個很深色中毒的框 然後中間硬硬去填色 所以我沒有想過 原來加了一個唇線筆 是可以做到現在沒有違和感 我也很開心 還有這個MUDE的唇膜 我會說它是TACHA的平價替代品 因為它裡面的質地和TACHA 好似的都是比較稠的一個唇膜 然後你晚上塗在嘴上 敷它一晚 口敷的 早上你一抹 是唇膩淡了 死皮沒有了 還有是很柔軟的 所以是便宜過半格 可以有差不多的效果 這個是超划算的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了 我在YESSTYLE那裡選完 試完一輪很喜歡的東西 這些我全部都是覺得不錯 大家是可以在Black Friday那裡入手的 特別是現在有觀眾優惠 我是爭取了一個優惠碼 只有幾天而已 11月的12號 去到15號的 沒有門檻 85折 只要輸入我這個號碼 HIDI15BF就可以了 大家開心享用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分享 有任何的問題 想跟我交流的話 也可以留言的 我們下條片再見了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告訴我 喜不喜歡這個這麼精神的妝 拜拜啦 拜拜